没想到我这最后一局又撞到马蜂窝了 要不是这群马蜂窝我昨天晚上就疯神了 害得我现在又要多打个三四十分 那么这一局必须给他们制裁一下了 目前就看到三个马蜂 哎 怎么退了呀 这是什么意思我丢 这可不行必须得制裁他们一把 这第二把呢就进了一个马蜂 他退了我们赶紧退 这第三把呢还是一样的只撞到一个 他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在找他兄弟 没看到他兄弟他就退了 我们也赶紧退 这是第四把了 这一把呢撞了好几个 不知道他们还退不退 赶紧把衣服脱一下 我这个衣服在他们眼前出现好几次了 拖完衣服再过去 这有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 这米黄色头发的马蜂叫暖白天天开心 记住他ID当然好去找他 我呢还是老规矩啊 他科学管 听脚步楼顶是撞人了的 哎 有人跳下来了 完了 打不了 赶紧溜 看穿搭的话这是马蜂 估计楼上都是他兄弟了 完了完了 感觉要嘎了 有点小紧张 他哥的AK都没减上 还得回来截下AK 赶紧打药 只要这个药打上来就有希望 来了 但是他好像不知道我的位置 打了两个了 就算这波嘎了也不亏 下好楼梯口 他兄弟可能要下来了 这里不是很好架 往后拉 拉到这个窗口再架 来了 打了三个了 应该是还剩两个的 但是就听到一个脚步 这个人还不动了 给我扔雷 估计是在楼梯口这个位置 哎 不对 这脚步在右手 打两枪拉回来放把枪 OK成功拿捏 这群马蜂窝的话 还剩一个 这刚说完之后 最后一个马蜂就淘汰一个人 换下他们的衣服 把衣服换好就可以找他 但是好像他们用的都是男性角色 废了呀 我这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听枪声的话是在火焰村这边的 哎 看到一个 我这刚打完准备去找一下马蜂 结果就看到一个伞落下来了 但是他没落前面的两个防区 这就有点让我猛 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落在这个地方呀 有没有可能他落在这个地方当老六的呀 说实话这一波我真没看到他 但是呢被那个草溜过很多次 所以就穿了一下草 回来继续观察的时候就看到淘汰播报了 这最后一个马蜂呢也被打了 接着这空血管又进来一个 就这里拉扯老长时间了 这毒都刷过来了都还没打完 但是我的要特别多的 所以这一波他肯定会先跑毒 听脚步他已经翻出去了 有点马 OK成功带走 这个圈的话还剩九个人 这圈马蜂是没有动静的 我估计是在下面的防区了 拉下来之后先封一颗烟 这左手左上方听到脚步了 声音特别的小 拉上来看了一眼也没看到 这一波说实话耽误我进圈了 单车不看也不行 还好没打中 哎这个房你看到一个 看穿大是马蜂 现在就剩最后的三个了 这楼顶又上了一个 我估计剩下的全是马蜂了 有点难不知道这个药还能不能打得上 还好这颗雷丢的有点差劲 哎没办法了 被雷克手雷震了一下 导致我的玉米有点歪了 不然说不定谁嘎呢 看他就剩一点血了 这波如果能把他打掉的话 还能打的 哎先举报一手 你们记住这个ID 看他以后封不封 我感觉是不会封的 最后两个人的话 都是他们自己人 好了这个单号就结束了 我等封绳就可以了 反正以后见到马蜂 见一次打一次了 Ru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